大家好,我是五仔 看到一個消息,Rock哥被捕 我稍後再講一下我的看法 其實我那天看到這條片,那條片是很熱的 有個朋友傳給我 傳給我看完之後,嘩,這麼厲害 又叫人跪下,又叫人什麼什麼 其實我都留了一個言,回頭看回我的留言又沒有了 可能我說某些說話,Rock哥不喜歡 或者觸碰到某些防火牆的字眼 但應該在字眼上就沒有 其實我自己是作為一個市民而已 不是說抽不抽水 作為一個市民講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下面想留下言 沒有的,我講一些很正路 我經常都說我不建議人犯法 看看我今天的解讀,你合不合聽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跟大家叫溫固之身 先說一次報紙說什麼 就是YoutuberRock哥 涉街頭禁錮23歲的戀童男 原來那個男生之前說 16歲讀法3 原來不是16 然後說18 轉頭說21 然後原來又23 說了四次才說得對她的歲數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年紀不夠21歲 以我所知 我不清楚 我不是那個尾 沒有玩過 也不是太了解 聽說21歲以下 如果是跟男性有一個不法進入他人身體的行為 21歲以下就是犯法 聽說回來 聽說而已 我都不了解 這樣說到拍片質問 就逼他跪下 警察就拘捕了三個人 包括是Rock哥 應該另外一位就是拍片那位 那位 另外一位就是當時 跪在地那個 寫了一篇書 有些朋友就說 咦 如果Rock哥被拘捕了 我們就不能看下集 哎呀 成為了網上的傳說 下集應該都不能播出 做這些 我自己的看法其實是不重要的 其實我也是講講自己的觀點 我講了一件事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在網上究竟那些人怎麼看 你們這些臭小子 那時候在下面全部 讚 英雄 正 勁抽 嘩 現在連登那些字眼 罵到 我雖然都說 你們這些小子 真的轉風向轉得很快 當然未必讚那些 是罵那些 是同一班人 但是看到罵那些 下面也有不少讚 如果當日有一個人 說一句這樣的話 我相信 就被人罵得很糟糕 我覺得Rock哥就救了我 我不是罵的 我是說回我的看法 我作為一個成年人 原來Rock哥也很年輕 看到 我不知道他是23還是25歲 我就被他們大十幾年了 我做了人很久 我可能會想一些事情 會比較正路一點 好 我講回事情 陳述事件 現在Rock哥如何 警方拘捕兩個男人 涉嫌非法禁錮 及一個男人 涉嫌藏友兒和色情物品 事件涉及一段YouTube 和連登討論區 廣泛流傳的影片 據了解 該名稱為Rock哥的YouTuber 於影片中 就指接獲一名13歲男觀眾的求助 就稱有人可疑 有可疑男子 向他索取下體照片 和性騷擾 那麼Rock哥 其後就放蛇 扮這個13歲的男事主 我記得 我再detail過新聞 他叫他很餓 要吃麥當勞 說拿著麥當勞 就抓他 當時就是這樣 相約對方在九龍城見面 也帶了四個同伴 包圍23歲青年 原來不只是拍片 Rock哥 另外還有三個同伴 Rock哥和四個同伴 不怪警方說還會抓人 他們指控青年向未成年男童 索取不雅照片 和有史作威蝕行為 命令他行人路上跪低 他就說跪低 別吵 跪低 嘟嘟嘟嘟嘟 我沒有辦法 太多主婦聽我 不知道他的影片還在嗎 在網上可以看一下 這些爆發新聞可能過百萬 怎麼刺激 不過沒有辦法 這些影片一定是黃標 他一毛錢也代不了 這些很慘 做這些製作 其實吃力不討好 還被人抓 更拿了一個男生的手機 在未經同意下 翻閱和讀出手機的內容 這個 他是一個犯人 跪低那個 犯人也有犯人的權利 未經同意下翻閱和讀出手機內容 原來已經是一個 算是 不對的事 看報紙這樣的描述 據悉 警方主動作出調查 我也說 拘捕洛哥和他的男助理 涉嫌非法禁錮 而片中的青年 涉嫌藏友兒童色情物品 這是大罪 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嚴重的 有些地方實至說要化學閹割 又打藤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都嚴重的 據了解 被捕的Youtuber Rock哥 早前 講過 接獲那個13歲應該是觀眾的求助 要他拿一些不雅照片 以及用一些金錢去誘使他做一些猥褻行為 Rock哥假冒藍童的身份 在7月11日傍晚6點 原來這部影片這幾天才出來 是剪輯過一段時間 已經是7月11日 當時的下午6點 在九龍城東保亭道 一間餐廳門外約了見面 事發當日Rock哥聯同男助理 另外三人拍攝影片 亦在上指包圍青年 指他曾經透過社交平台 向未成年男童索取不雅照 亦透使其做出一些猥褻行為 影片是8月23日上載到Youtube 真的剛剛好一個星期 這件事是七天前 歷時12分鐘 片中可見 Rock哥質問青年 今天來做什麼 對方一開始就說等朋友 小學同學 之後就承認是攪機 亦約了一名13歲的男童見面 進行猥褻行為 Rock哥等人之後就要求青年跪地 要求都寫得詩文 學律、學令、命令 應該要這樣就是要求的 跪得低 之後要求青年跪地 青年依然照辦 如果這樣說 如果你寫要求 他照辦 如果你情我願 那又不算是禁錮 會不會呢 我不知道 這個要警方再調查 之後就說他叩頭道歉 希望不要報警處理 Rock哥連回追問青年 在網上接觸過多少男性 也約過多少人外出 青年也有回答 我記得他就說到 你不要報警 然後他就不斷問他 這樣不行了 你幾歲啊 16歲 可以了 18歲就報警了 也要這樣說 他說你不什麼我就報警 我記得說過這些 後來 Rock哥搶了青年的手機 在未經同意下 翻閱他的手機 也當眾大聲 讀出相關的內容 揭發這個青年 曾經對一名男童 作出威蝕行為 用一百元的費用 一百元的 先說一下 其實我的點看是不重要的 青年期後要求離開 被拒絕 遭到Rock哥等人 押至他這個簡丙達道的公園 被要求交出他家人的個人資料 也被迫寫下一張悔過書 和拍照片 片尾Rock哥致電一名女子 懷疑是這個禁錮青年的母親 亦追問青年的近方 上述影片在YouTube和連登廣泛流傳 我有看過 你有看過 觀看次數高達四十萬次 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一隊 知道這件事 展開調查 調查方向分別為 未成年男童 索取不雅照片及非法禁錮 在翻查大量網上紀錄後 警方成功鎖定片中相關人士 在八月二十六號至二十八號 即是前兩天 分別在西環、粉嶺、黃大仙區 拘捕三名男子 年齡介乎二十三至二十五歲 即是你看到 你以為那個是年輕人 Rock哥是大人 但其實他們是差不多大 他們是兩歲之間 Rock哥可能是二十五 那個青年是二十三 其中一名男子涉嫌藏有兒童色情照片 另外兩名男子涉嫌非法禁錮 案件仍在調查當中 就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好 這件事當時 他就說 不行 你這樣我報警 你再不是這樣我報警 其實我留了一個言 我不知道大家合不合聽 我當時就說 其實如果他做一些對未成年少年 就誘騙他發生一些非法插入別人體內的行為 不是你報不報警 不是你要不要他報不報警 是這些事情如果通了天的話 警方是會做事 這件事是刑事的 我當時就留了這樣的言 一會兒就找不回自己留言 因為我只是看看裡面有沒有人認同我的說法 Rocko會不會回覆我 那就沒有了 我其實只是用一個很普通人的看法 其實有些事情我都沒有說 你知道群情洶湧 這些事情這麼嚴重 十幾萬點擊 我第二天怎麼會不說 我和熊飛龍商量過之後 我們最後決定不說 我和熊飛龍都叫做一個成年人 都三十幾四十幾五十歲 我們看這件事 就覺得這件事是警察是會做事的 我們覺得遲些如果這件事 出了報紙 警察做了事 我們先好說 現在說太多 可能我們看到在網上 人們都說到英雄主義 真英雄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風 其實真的 社會有法律 當然有些人會有別的想法 但是始終 作為一個市民 你看到這些事情 我自己自問 我未必是100%對的 我說我的看法 因為我不懂法律 我自問如果有些事情 如果有人向我這樣 就算我是放射 我都會當場報警 我會當場報警 如果遺跌了 你不要走 我現在報警 我自己會這樣做 因為我們不是執法者 你沒有權利 譬如你說有生命財產危險 好像有個市民拘捕權 你可以按下它 我都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不是相及到一些生命財產 大家可以溝通 我想這方面 是不是應該交給警方處理 自己去搞這件事 其實本身YouTube是一個媒體 當然每個人怎樣用 都有他的想法 有些人教煮食 好像我這樣 我喜歡討論新聞 但是去到這個第一手 算是捕捉一個這樣的人 我覺得我自己 因為我以前有試過 我以前試過 被人多錄我的信用卡 我去到那個地方 我立刻報警 我叫警察來幫我 我不是什麼識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概念 這個是正常人的想法 你如果遇到那個人 他身上有利器或者怎樣 你會不會危險呢 或者你作為一個有名有姓的人 我不知道 一開始以為那個人是小孩 如果他是會報仇的 在後面捅你一刀 或者怎樣 那你怎樣 是不是 警察有槍的 你有交警響的 這些事情 是不是應該交給警察呢 他不是 你不是打個電話報警 他沒有來 然後你做這件事 是你沒有嘗試過做這件事 而你自己去想方法 想著解決 但你就算打給別人媽媽 始終這些事情是刑事案 不是你報不報警 你放不放過他 是法律 不會有他在 給你說 抓不抓 是法律 他已經觸犯法律 是應該抓的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如果當時我這樣說 大家的風向一面倒 哇 蝙蝠俠 然後我就變成壞人了 我只是說說我的看法 民主社會 每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意見 獨立思考 你不喜歡 可能你覺得這樣才行 但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我自己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我不知道 有些人說 那時候燒到你那一集 雞尖你弟弟 你又怎麼看 這些假設性問題 一來就不假設我沒有弟弟 所以我在那個處境 真的 我有一次有個粉絲 不是特別是我的粉絲 他是 我想說是姚卓飛的粉絲 這個是聲夢的一個變態人 有個男人 講開這件事就是講 有個男人 在他們的粉絲群裡面 就是磨那些粉絲的屁股 就在那裡揉他們的屁股 在那裡擁有很多人 他們唱歌聲夢 接著就向我報告 可能你跟Roggo報告 Roggo可能真的會去放寫 他跟我報告 我跟他說 我說其實我是講新聞的 我說你不如報警 第二 要不你就打到報紙報料 但其實他的影片是拍不到別人的樣子 他說有件事 他說他們的歌迷會都已經講了這件事出來 接著就說我幫不了你 我是一個市民 我說你報警 我這樣跟他說 你真的要報警 另外要不就是你報傳媒 把這件事報道出來 大家看到他 小心 到最後還是要報警 如果你覺得這是性騷擾 但是他說當事人 他不選擇報警 你不選擇報警 你找我 我不是 我不是有這樣的能力 我是一個普通市民 我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我只能夠說 所以當時我就真的 建議他這樣 我不是吹水 有些網友 可能在聽我的影片 他都會 我標題打完 他可能會走進來 看看發生什麼事 他真的傳給我在IG 我是這樣建議他的 我覺得這樣就不會觸犯法例 我看到有些網友的說法 就是網友的意見 不代表本人立場 他這樣說 一些法律常識都沒有 他說還學人做英雄 他說現在糟糕了 被警察抓了 他說其實你當時報警 分分鐘是有個好市民長 現在變成了非法禁錮 非法取得他人的資料 搶劫罪 很糟糕 是的 如果說真的 雖然那個人是大罪之身 如果警察說現在他這樣 你告不告他 喂 你被人叫跪下 跪下 那時候 你告不告他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可能他未必怕別人 但是我覺得很危險 君子不立危常之下 現在做什麼 所以就相當之 我覺得是不治的行為 不治 另外看看連登 有些人就這樣說 他說 他還以為自己很帥 我真的對Raw哥 我不會特別去什麼 我不會特別去什麼 如果我要說 我說錯 我真的好笑 我絕對不是 我想說回一件事 件事就是 有人說你以為自己很帥 我看到 其實那個Like 是佔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二是Dislike 但是如果 你未被捕的時候 如果你當日這樣說 我相信九成以上 都是Dislike 其實我覺得風向真的轉得很快 這些是大是大非 你覺得 這個行為 對不對 就是你作為一個 觀眾 當然 一定有人這樣說 你們什麼門路的想法 我都會想 肯定會有人這樣說 其實社會很需要什麼人 什麼什麼什麼 你想有這些人發生 和他合不合法 是兩件事 是兩件事 蝙蝠俠俠 在葛咸城 其實都不合法 你明白嗎 當然市長不會說什麼他 但是有些警察都什麼什麼他 當然你說葛咸城的背景 什麼什麼 但是那個就是漫畫 這個是英雄主義 這個是英雄主義 那 我所以覺得 你說 一定有人質問 難道你覺得 什麼什麼就是對 一定有這些言語出來 欺騙小孩 什麼什麼 我不會覺得欺騙小孩 拿100元去誘騙別人 搞人屁股 這些是對的行為 絕對不是 美成年少男 這些一定是錯 另外我就覺得 如果給我去處理 我一定會 一 我會交給警察 二 我就會 如果給我真的去 放成什麼性 我也是報警 這個是我的做法 我不會因為這些事情 去令自己危險 你值得嗎 是不是 不值得 現在這樣搞到 很多人都事後恐明 說了會出事 我那時候都說出事 這個有不少讚 九成讚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你做了人這麼久 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你怎麼會分不下 可能真的有些觀眾 年紀很小 原來可以這樣玩 他們一群同黨圍著一個人 你覺得那個人不對 就叫他跪低 然後拍片 又打給人家 又什麼什麼 你這些 真的不可以 將這個風氣傳出去 尤其是 羅哥這麼出名 羅哥這麼出名 其實這些會做一個版 給你看 社會有這些事 社會的法律是不容許的 到最後 究竟羅哥會怎樣 這個就遲些再代續再說 但我覺得 真的 有些人是會覺得 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有些人都是異分發的 難道你支持個戀童嗎 其實不是 不是說一個對一個錯 可以兩個都錯了 是啊 有些人就說 香港警察正常發揮 有些人 我都看不到 現在很難說 究竟你是怎麼想 有些人就想一下 為什麼那個男生 寧願找羅哥都不報警 這樣 喂 報警 有些人當然有另一個想法 我自己覺得就是 中國人有一種思想 叫生不入官門 他們覺得警察 去到很大件事 又什麼又什麼 但我真的想說 我自己 我自己本人 我十八九歲 我被人騙錢 我第一時間是報警 我不會打算找誰誰幫忙 喂 你YouTuber就是YouTuber 以前沒有YouTuber 你找誰誰幫你拖這些 就是 什麼來的 你明不明白 糟了 誰被人欺負 找誰誰幫忙 你自己想想 那些是什麼 我不是說你們是 我說我以前十幾歲的時候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一定是報警 我一定是報警 所以 你們有你們的想法 是不是 不是 事實上我真的不是吹水 我自己報警 報警 就是非禮 有人 電腦打人在街上 或者怎樣 我老實說 我經常都報警 我不知道你們 不是說 適當才報警 因為我不幸運 遇到一些不法的事件 這些 所謂自己 去做一些事情 有些網友說是私刑 或者是怎樣 什麼料都好 神獸什麼都好 總之我覺得 就是 違反了法律 希望其實社會 你正常的人 都不會說 去玩男生 搞機 就不是罪 同性戀不是罪 但是你說 找回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 合法地 就是我經常都說 我以前小時候 我是男生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都被機佬去摸我 搞我 就是叫非禮我 就是有這些事情 很多 但是 我經常都說 就是 我有時候在電台做節目 就是現在做節目 我都說 其實你們不可以正常一點嗎 男同女都是 不要說只是同性戀 我現在不是歧視你 我講回事情的本質給你聽 男同女都是 你如果找一些不夠性的女生 是異性的 比100元別人幫你做什麼做什麼 你覺得這些是對的嗎 不是說你亂同 不是說你同性戀那麼簡單 現在是你求愛 求你快感的行為出錯 你這件事是錯的 所以我覺得 你同性戀不同性戀 你就找回男朋友 你就正正經經 你喜歡叫鴨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最重要是合法 社會就是要有法律 你那些人 其實人之初真是性本兇 誰比較兇 拳頭兇 然後這樣又這樣 其實世界已經夠亂了 你看看哪裏 中東有什麼都好 那法律就是這樣用 就是不讓你自己去搞一些什麼 沒消到埋身 我自己覺得尤其是這些 不是說即時影響到你性命 又不是影響到你家人的問題 真的交給警察 還有真的自己都安全一點 喜哥看這條片的時候 他都說過 你這樣被人點了相 你不怕被人報復嗎 因為我們自己做了這麼多年人 我們小時候見過有很多人被人報復 什麼鬼都有 我們那時候在Disco 有個看場自問自己很健碩 一定比Roggo 一定比Roggo 是Body Builder 香港的健美先生 也是 因為那些年輕人瘦 就抓住他 他做得看場你也知道是什麼人 就抓住他 又屈人的手 插人的頸 沒有禮貌 插人 有一晚人下班 十幾個被他 斬到整個背部都花了 就是這樣 有個又被人捅幾刀 搞定了 這些 真是 冤冤相報何時了 有警察這麼好的角色 可以做中間人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你都不去做 你自己拿肉身去做 是嗎 我覺得可以想一想 真的想一想 大家都想一想 其實我覺得新聞是反思的 不是說一面倒幫啊 不幫啊 真的 你怎麼可以在社會上 安安全全 安安分分 做一個不會出事的良好市民 我想大家都要想一想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五仔的分享的話 請LIKE、SUBSCRIBE、PAYME、LONG、LONG 我們下次再研究一下 拜拜